接著到21年的35題 他現在就說我們的u就是w加1overdu v就是w-1overdu 其中我們的du原來是a加i除a-i 問回我們以下哪幾樣東西一定適合 第一樣東西他說u是一個實數 我們的u就會是w加1overdu du就會是a加i除a-i 那你一over他其實就是分子分母顛倒 所以就會是a-i除a加i的情況 所以你通分母就會是a加i a-i 分子就變成a加i的square 再加分母就會是a-i的square 分母就會是a加b a-b的形式 所以就會是a的square-i的square 你例如i的square是-1 所以這個你已經變成asquare加1 到分子了 你就會有a的square再加2a再加i的square 再加a的square-2a再加i的square 你看到2a和2a抵消了 i的square是-1這個又是-1 所以你就會變成a的square-2 再除a的square加1 這個是不是實數來的 這個加i的實數 所以1就對了 1就對了 2了 他就說v的real part 那個實數 實步是等於0的 我們可以試一下 2來講的話 我們會有v是等於w-1overw 所以其實就是a加i除a-i 再減回a-i除a加i 你通分母跟剛剛一樣 所以就是asquare加1 分子就會是a加i的square 再減回a-i的square 那你想想分子其實是甚麼 就是a加b 即是a二次減boy的二次 只不過今天的a就是a加i 今天的boy就是a-i 所以你就會有a加b 乘回a-b 即是a加i-a 留意最後是加i 因為負負得正 除這個asquare加1 你就會發現i和負i就約了 然後後面你會看到a和負a就約了 所以現在你就會有2a 再乘回2i overasquare加1 所以就會是4ai overasquare加1 如果你寫好一點 i你會抽出來 這個整個就是虛報 即是我們的虛報當然不算i 這個其實就是整個imaginary部分 所以你看到十步去到哪 十步就是0 所以2就對了 3了 他問你w的虛報和2w的虛報是否相同 你會看到w其實就是a加i除a-i 所以我們可以在下面計 w其實就是a加i除a-i ok 其實你要找它的虛報的話 我們就要做一個有理化的動作 所以你就上下乘回a加i 所以份母就會是asquare加1 份子就會是asquare再加2a i 再加i的square i的square是-1 所以就是asquare-1除a加1 再加2a overasquare加1 那麼多個i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的虛報就是這個數 我們可以處理2w 2w的話 其實就會是2再乘回asquare-1 除回asquare加1 再加2a overasquare加1i 你會看到這個位置就是 剛剛這個位置 整個就是w 因為這個是w w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看到虛報應該會成大兩倍 變成4a 4a等於2a 當然不等於 所以3就錯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1和2是對的 所以答案就會是a 這個就會是 21年的35題